除了小老弟都放假了啊 这个国庭节不管你有没有时间看我的视频 不过我依然是精挑细选的为大家准备了非常精彩而又刺激的第一视角 那么在这个假期内对不对 大家玩的玩 这个吃的吃啊 呃旅游的旅游旅游忘记是不是 那有人说了这个小老弟十一肯定没有时间出去玩啊 我就笑了 我就立马我点了一根烟 我坐在树场子上想了一页 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 我不仅没有时间 我还没有钱呢啊 这 那么相信大家看了几期我的第一视角也发现了 我用的这个游戏账号已经变了ID 已经不是小红竹疗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小红竹疗啊 已经退隐这个这个圈子了啊 所以呢 从此以后呢 我就没有了我最坚强的后盾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作为一个成年的男性啊 你不管是长时间开车 还是长时间久坐 那么会怎么样呢 都会使下半身局部不透气 对不对 不透气呢就影响这个血液循环 压迫膀胱神经 导致了前列腺这个管阻塞 对不对 引起前列腺炎 造成这个膀胱精气血运行不畅 阴囊潮湿 膀胱功能失常 从而引发肾功能异常 所谓久坐伤胜就是这个道理 我都快贴上成人纸尿布了 对啊 所以说啊 大家就是 我经常去这个小红竹疗不是没有道理啊 然后那个国庆前夕啊 就问小红这个在不在在不在上中 当他回给我说他不干的时候 真的 我到今天我整个人都都没有缓过神来 真的 小红 我想你都想的懵了 天黑都不知道开灯了 大蒜当大葱了 分不清东南西北中了 骑自行车也忘了用脚灯了 就连刚捡的百元大钞也给顺手扔了 我的小红啊 其实我本来呢 也想趁这个节日 跟大家伙一起凑凑热闹 说不定呢 咱们就这个桃花运一来啊 就这个广节善缘了 就算没有这么高的桃花运 咱们也能吃遍天下美食 看尽天下美女 这也是天好事 你说是不是 这个老话说的好 这个赌场出疯子 情场出傻子 这种小红走了之后呢 真的我需要时间啊 来自我调整一下 所以说这个 你在说这个 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啊 有一句话就说得非常好了啊 说感情不是你等你有空了 才来珍惜 心意不是等你有钱了 才能表达 对不对 特别是咱们年轻人 想做什么 就去做啊 想去哪儿玩 就去玩 不笑补 不笑破 就笑日子 不会过 是不是 好了啊 如果再说其他的呢 大家一定要 又和我说啊 这个视频看了一整 就是二十二三十分钟啊 连一句游戏内容就都没有讲到 其实呢 大家错了啊 要不然怎么有一句话说的就非常好 说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啊 但这个游戏 作为一个专业的解说 我就跟你这么说啊 有些呢 我说的 你可能听过了 不爱听啊 就比如说出门要买什么 对不对 那有些呢 就是说了呢 你可能听不懂 就小老弟的视频啊 做了四块四年解说 就我的视频 这个内容之精彩之多啊 已经可以用 就是用欣赏的角度 啊 去看 去听 去理解了 就像有人问毕加索一样 你的话怎么看不懂啊 那毕加索就会问他 你听过鸟叫吗 对不对 那个人就说听过 那毕加索又问了 好听吗 那个人说好听 完了之后毕加索又问了 你听得懂吗 你 那个人就不说话了啊 这个所谓这个 瓜无滚原 人无实权 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每个人都爱自己 都按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的话 那也一定是不标准的嘛 什么事 尽管如此 我还是非常乐意的呢 给大家这个讲解一下游戏啊 这局的话呢 你看我玩了一个SAR 对面是一个QOP 那么QOP 对他 大家都知道 对吧 有两个消耗技能 一个是独标 一个是F 那么前期来讲呢 这个QOP应该是 都只学两级独标 然后呢 一级比两级F到了六级 加一级大招 对不对 那么他两级独标 我就学这个主C 因为我只有一个消耗技能 等到六级的话 我才有机会 才有绝对的把握 我能够能够这个单杀他啊 因为我主C的话 就能够在消耗上不弱于他 对不对 那么他的两级独标 呃 就比不过我的主C了 那就他的两级独标 就怎么样呢 就好像这个一句 一句歇后语 对不对 八十老翁吹喇叭 有气无力啊 我磨平 然后再戴上这个鞋子 这两件装备呢 一有啊 基本上他 我主C的话 他就不敢跟我抢服了 然后这个QOP呢 他还有一个 呃 定位上的不同 啊 你看这个萨尔 他的名字叫什么 叫干扰者 干扰者只能干扰别人 但痛苦女王 对这个名字 哎 哎 他的运机 一下 这是达米克过来 哎呀 这千算万算 没有想到 这拉比克会过来 而且他给我一个毒标之后 移动速度减慢 居然最后一下机没A到 要是机A到拼了我自己一条命的话 还不亏 因为一只机能给队友都加钱啊 不过还好的是这个QOP应该还 就从经验上来讲啊 我和他应该是差不多的 你看我下来之后 他又给我一个毒标了 非常的恶心啊 刚才说的QOP和SAR有定位上的不同 你看从名字 一个是干扰者 只能干扰别人 然后QOP呢 他痛苦女王 能让别人痛苦 这就是因为 为什么这个 SAR这个英雄啊 然后不能成为主力的这种中单系英雄 而痛苦女王的出场率呢 和SAR相比就更不用说了 你看这边我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重新理解这个英雄 一个大招一个框 加一个C 直接担上了这边的痛苦女王 没有一点点的还手的余地 就这期视频就足以让很多人啊 就是重新定义SAR这个英雄 他不他做他能够做的不仅仅是干扰 就他那个让人够让人能够就是惊慌失措的二技能 对不对 他那个地的距离做一个辅助来讲 真的我觉得太可惜了 因为SAR这个英雄如果当辅助来打的话 对吧 虽然说也已经很强了 但是如果他打中单的话 就能够让对面什么像老鹿活女啊 QOP这样的英雄真的可以说是文风丧胆 而且啊 以前期就不讲 因为前期SAR只要有大对面这种法系 中单给你对位的这些英雄啊 一点都没有 就是如果你主机有技能放的好 能够秒他 但他的所有技能对吧 都没有用 你看这个QP我一记吸就把他杀掉 然后刚刚运到的骨灰盒有二哥能量 把他调整好感觉位置之后 一个骨灰A一下 都不用A了 他直接死 还有这个拉比克想杀我们的队友 我又是过去了 他被我依住了 然后又是一个骨灰盒一下 等他踩一下 两下三杀 牛逼 下面还有一个83点蓝的剧毒树是在 我直接一张TP顺手买了一个向位鞋 过去跟队友点了一下信号还想跑 我直接一个地把它拉回来 然后没蓝了 哎 但是好像有机会 这个伤害给的很足 四杀 这QP又来了啊 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杀掉我 原来中了他一个大招和两极的毒标 我放一个框在那边黑天跟他绕视野 然后趁着毒标的间隙啊 我都可以还是喝口磨瓶啊 好毒标没有了 这边因为没有到八分钟没刷神符啊 我就不冒险去控服了 对面这个拉比克应该是做完视野了 这一波呢 我直接跟了两个装备 一个是骨灰 一个是相位 相位来讲的就是因为 平时大家看我玩萨尔 应该都是说秘法 或者是绿血比较多 那就是就是不是中单萨尔 如果是中单萨尔呢 因为前期来讲对面水都比较少 然后你有一个三技能和一个D 其实就是某种意义来讲呢 你会比别的英雄能多A很多下 对吧 那么你出相位这个 呃 前面非常强势的道具呢 你就能够发挥你多A很多下 这个普攻的作用 那么相位就是提升你普攻 和增加你一速的这么一个神器啊 在前面来讲 应该他信仰比非常高了 这边我又是一发C 一个普攻 看他往哪壁 马上给他递回来 递到这里一个一框柱 他他没有壁的时候 他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又是把他给收掉 前面八分钟五杠一杠一的数据 三十三杠七的补到 我已经好久没有站过中路了 对面的QOP 现在节奏已经被我完全的打乱啊 他已经是处于迷茫 但是又想找节奏的决断 那这个时候杀完他啊 在他复活时间之内 然后我的大招又好了 我又可以去干事了 这时候拉比克吃了一个加速服 虎视眈眈的瞄准了我们中路 但是现在是白天 如果我从河岛走过去的话 这个虚空会有所察觉 这个拉比克已经过来了 但是我们的B并不敢卖一下 如果他敢卖一下的话 等一下啊 我一个框 然后把它递回来 然后一个大招一发C 放过去一个骨灰 直接将他秒杀 六级虚空 什么技能都没有放过来 QOP一个F 但是他没有那个大招 我知道被踩住了 好他又得死了 这个七级的QOP 对上我十级的萨尔 就像这个老鹰捉小鸡一样 同时这个拉比克跑得飞快 看他大哥大哥死了 又是被我一个 普攻给收走 打到了变态杀戮 就这一连串的节奏 就是不停息的讲解 还有这个同时还伴随着 杀人的音效的声音 你懂没懂 萨尔这个英雄是有多强大 要玩好一款游戏简单 要玩好一个竞技游戏 那就是真的不简单了 那就让我想到什么 想到了这个我幼儿园之后 幼儿园之后呢 上一年级的时候 上一年级的时候要干嘛 对吧 不管你是学前班还是什么 凡学书预先学用笔 所以我们打DOTA 要学打DOTA 这个鼠标键盘 就特别重要了 这我就不跟你瞎说 这个我们 DOTAQS.淘宝.com 那这个时候 一个框没有框到他开了视野 他没有进去 我双背幅一下两下 尽管他对我用了X 减了攻击 仍然没有用啊 可爱小熊毛 让我送我达到了妖怪般的杀戮 萨尔他除了 呃 大招 其他的技能CD就都很快啊 就连这个D我觉得都很快 那这个时候啊 他被我一个一个大招 但是我中了他的一和大招 我感觉这个扣血 好像是每秒钟在扣死 主一 主一腹地的剧毒 我没有想到 我这么一大管血 都能被他给单杀呢 真的是 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还好 看到痛苦女王身上 只有一个大魔棒和护腕啊 就就我的心里就得到了平衡啊 虽然我送了一个就是超神的人头 不过下次打团 真的注意这个剧毒了啊 尽量的不要吃中他的大招 我们的PA在做祭品啊 这局我们是一个PA 然后对面呢 是一个虚空假面啊 还有一个拉比克 其实拉比克这个英雄啊 我发现我现在渐渐的就喜欢这个法系英雄 法系英雄前期的作用比力量英雄和敏捷英雄都大 而且后期来讲 我刚才没有讲到 对吧 你看中后期来讲 他的 就拿A杖来说啊 你QP一把A杖 最多最多啊 就伤害这个高了点 但是你 萨尔一个A杖 其他的都不算 就是不能使用物品 和技能 对吧 技能是本来 不能使用物品 你就足够让对面的后期的BKB 扬刀啊 什么吹风 这种保命啊 反正是超大件的物品就都失效了 就所以说你这把A杖能克 很多很多的关键性道具 或者是关键性人物 被你一个大 那这样一来呢 到了后期 你可能这个大招你的伤害打不够 但是你的作用在啊 你的这个 就是 技能的一些 就属性在 比如说你不能使用物品 那对面看不出BKB 那是不是 比如说一套就跟他给他秒了 那一场团战的胜负关键 有可能正就是这个大招 对吧 那么我的吹风也好了 吹 为什么要做吹风这个道具呢 吹风这个道具 首先它很克虚空假面 其次呢 它能够有一个回来的速度 还有移动速度 我觉得 吹风要比跳刀好 当然跳刀也得出 但是呢吹风更适合现在这个局势 因为我的节奏实在是太快了 我之前有打过就是中单萨 然后出什么啊 引刀 跳刀 红杖的都有 其实像现在啊 大家也就是一个版本玩的久了 出什么装备啊 或者说就是哪些英雄 被开发出来了啊 就是我都不用教大家 大家应该都非常明白 这边我用分身去这个 哎 他还真举了我的分身 只你看这个剧毒就非常的聪明 看到没有 队友被干了啊 直接往后跑 所以说我们打斗他啊 不要怕什么神装的呃 什么英雄 后期英雄来追杀你 就像是呃 一个尝试啊 什么尝试呢 这个你看这个虚空 照了一个大发现 还打不动人 这时候你还想跑 我直接一个异地 然后一个啊 直接一个一二 然后把他递回来 烧走他的人头 这边还TP了一个 好像没有大招的磕屁 我先吹风 把他解一下 不然的话 他他避过来杀我们的兔子 啊 这边他果然避过来 他真的是自不量力 我只能说 他已经被打得头脑发热 他已经被打得 可以说是怒气冲天 啊 这个这个格拉比克 已经被我递回去了 那么刚才说什么 刚才我说到这个 呃 这这个剧毒啊 就非常的聪明 他就直接往后跑 对吧 所以我们打斗他 我刚才说了 不要怕什么六格神装的 来追杀你 就像一个尝试一样 什么尝试呢 就是你如果一个人 在森林里面 对吧 遇到一头熊的话 啊 遇到一头熊的时候 或许你知道很多的 这个常识啊 什么 碰到什么 要装死 对吧 遇到熊的时候 比熊跑得快不快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比你的同伴跑得快 这样 他就会把你同伴杀掉 哈哈 而不会去抓你 对吧 这个剧毒同样明白这个道理 你看他遇到我一个人的时候 多凶惨 又像一个一街 一个大把我给单杀了 这次我能给他机会吗 就算我给他机会 我们的队友也不会给他机会 你看他 不过他这个技能是真的特别厉害 我1300的血 现在就只剩下300 这个剧毒 这个毒都真的把我搞得 人都搞晕了 神志都不清了啊 我我就是上一次 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还是小红寨的时候啊 小红寨的时候 我那时候真的 我跑上门打开楼梯 说完睡衣 穿上祷告 关上床 钻进灯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 小红给我的一吻 把我搞得都神魂颠倒了 打着打着 我发现我们的PA的装备也跟不上啊 怎么还是一个平民鞋 哎 这个就来送了 你看我 他插眼的 眼都没插上 就被我一个塞 加一个框给打死 我们的PA怎么 好像这是 还是一个平民鞋 加祭品啊 这边剧毒 刚才收到我的人头 一个假腿 然后一个大魔棒 再加上一个 好像有一个五百五的 魔法斗篷啊 小剑特别多 因为这局啊 前面大家也知道 我被这个剧毒单杀 对吧 就是因为他没有学 这个W棒子 对吧 他主一 然后可能是负了 主一负三 主一负二 对吧 然后棒子没有学 哎 这边一个虚空 马达递回来 一个框 一个大招 不是一个西 然后一个骨灰 在我大招销售的时候 吹爆 哎呀 这个虚空假面呀 你看啊 虽然说咱们 基本上都是4v4 对吧 我们的pa不在 一直不在 然后他们的虚空不在 但是你要想 pa这个英雄 打他们这个阵容 比虚空更难打 对吧 因为虚空他至少 他的那个大招 他是一个控制剂 而pa 他是要冲到人堆里面 这边我一个一 一个西 临死之前 我吹风一下 然后拼到了这个QOP 不过我又得背 还好这个人头 是拉比克收的 因为pa的 他是一个 他除非他这个阵容 要出BKB 如果没有BKB 他一B进去 对吧 就会被拉比克 瞄矩 然后基本上吃 女王一个 对不对 还好 他能收到这个剧毒 被女王一个 一套技能 就能够带走了 不过没有事 终担萨尔战 对不对 带我强大 给你天下 这一波 这一波好像打了一个 四换四 四换四应该是 虚空假面是假腿 我们两个大哥的装备 都特别的穷 其实pa 这个英雄和虚空相比的话 成长性 我觉得pa要好 因为pa是一个 打架型carry pa是一个打架型carry 然后呢 他又能够单挑肉杉 对吧 出一个祭品 然后什么一个bkb 就能够差不多可以 但主要是等级 他那个抱 哎 这边一个兔子 要单上拉比克了 但是他的c先用了 在他加速的时候 拉比克给他一个z 然后原地tp 这个拉比克玩的 还是可以的啊 思路非常的清晰 其实咱们打到他 不管是任何位置啊 都记住 记住一点 就和咱们现实中 去工作一样的啊 这个将过咱们工作 对吧 咱们老板 就是看在眼里的话 就是不怕你吃饭捡大碗啊 就怕你干活爱偷懒 是不是 就是说 你的钱 对 你你你收到的资源 你一定要就是打出那个效果来 不要就是 咱们呃 呃 都说的三万 就是三万经济 一秒躺 对吧 那拉比克 不 这个kop 被我弄过来之后 一个框 一个大招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还吃了一个 好像还吃了一个魔棒啊 直接死了 我这个大招 加上框的话 然后再加上C普攻 加上这个骨灰盒 应该能打出 1000出头的血量啊 应该能打出1000出头的血量 如果是没有递回来的话 就是说 如果那个D还在的话 那kop必走 我还可以把它递回来 然后递回来之后呢 对吧 我的E差不多也好了 这边我把这个卖了 然后买一把跳到 呃 萨尔的装备和很多法系啊 有些区别 一般来讲 你说要是像kop的话 那可能啊 前面几样装备和我出的差不多啊 比如说像这个吹风 或者是A杖啊 然后这个魔瓶啊什么 但是不会出骨灰 然后血金石啊 也不适合萨尔 或者是法师的兵甲啦什么的 因为萨尔的终极装备 我觉得羊刀刷新啊 那是肯定要的 因为你看两刷新的话 就是很简单啊 两个大 然后有羊刀的话就两个羊 这样一来 如果他有两个是A杖大的话 那么他的作用就更变态 更恐怖了啊 虚空这几分钟没剑 已经从一个吸血面具变成了一个封脸 然后再加上一个水晶剑的配件啊 这时候我刚才看到他野区的这个走位 我要准备去找他一下了啊 吃了一个加速神符 他差不多应该要打到这边野了 中路是一个剧毒术士 这个剧毒术士 应该在这啊 好 看见了野怪的尸体之 哎 有 有感觉啊 他有感觉我来找他了 这个剧毒如果出一个挑战 然后再出一个A杖的话 我可能就秒不死他了 团战我一个大招 如果只打剧毒的话 如果秒掉还好 如果秒不掉的话 那么就被他一个大招和E放出来 那么这个伤害 他他那个大招是 如果你不中他的E技能啊 他的大招是杀死你的 下路我们打起来 我刚刚这个TP没有了 吃了加速符赶过去 下面看一下情况 只剩一个兔子和一个大牛了 然后我们的PA好像是在单挑肉杉 这边我先不管PA了 先去下路一个QP一个LOA 先把LOA给打死 他好像 他们A后面是剧毒树式给我了一个毒标 这个QP直接跳过来送死一个骨灰套上去 直接死掉 然后这个剧毒想过来跟我搞来搞去啊 我并不怕他 行 后面还有一个LOA 我们的PA在打肉杉 好我只要拖住就行了 不用跟他们拼命 这里还有一个拉比克想偷我的技能 我要放一个C啊 因为C这个技能 越到后期就是 性价比越不高啊 但是呢 他能够提供一个什么 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 视野啊 这个PA怎么打肉杉还没有打完啊 看一下这PA的装备还看不到 我感觉这PA很可能他 碎骨锤 他没有选择出BKB 而是选择出了一个碎骨锤啊 装备有点 这个顺序有点不太对 我想帮他顶一下肉杉啊 因为这个他 诶 就是我感觉好像我要 帮他顶一下啊 我给他 想给他骨灰 但是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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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给他搭一条命 他想把我举到上面去 剧毒的蛇棒让我跳不出来 放一个1 他偷了我的 诶 偷了我一个1 我直接一个大招 给他一个骨灰 先杀拉比克 这个剧毒应该是杀不死的 把他递回去 漂亮 不是我们这下路一开始在打团战 我在找虚空 然后这个PA就已经在打肉杉了 等到我过去帮他解决掉了对面的两个人之后 他没有打完肉杉 还被肉杉给打了 他如果 我感觉如果不出这个碎骨锤 出一个别的 都能打完 啊 他出碎骨锤 碎骨锤打架不行 就QP又又来了啊 中了一个大牛的大招 直接是空血了 这边我没有大招 然后 血量很残 中了这个剧毒的技能 好像还不能夹骨灰 看一下我们正面战场上是一个兔子 在和对面纠缠 兔子放了一个墙 这个墙放的特别的好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技能 对面剧毒也残血 QP也在这边迟迟不敢上 但是我知道这QP一定会过来的 他就在等这个时刻 一个吹风吹起来 然后再一个跳到躲大招 啊 文人烧客 就是酸 提笔就爱 练心欢 英雄难过 美人关 石榴裙下 按来钻 哈哈哈哈 这这 事情大发了啊 被我跳上去 一个框框住 最后一下 又是一个精彩到极限的三杀 就这么两下子 这个给我对中的QP 我想已经能够感觉到了 我身上的杀器 从此以后啊 他再见到我 再也不敢什么想收我人头了啊 这就像一句邂逅语叫做什么 矮着放屁 低声下气啊 然后咱们的这个 呃 PA啊 咱们的这个PA 由于刚才那一波 没有保控好自己的这个 实力 对吧 去单挑了肉杉 被肉杉给打死 其实呢 他就应该让我顶一下 我给他一个骨灰 他的血量就能够 把肉杉给敲死了啊 不过这也看运气 因为碎骨锤呢 他打肉杉也不加什么攻击啊 只有一个晕的效果 然后呢 他的这个吸血的百分比也不高 对吧 对吧 又是一个叫什么 他主要 他主要的核心装备 这一局就是BKB 没有BKB的话 你看我们虽然说对面有个剧毒 但是我们的三塔全部都在 对吧 反而是对面的三个一塔全部不在了 然后二塔呢 因为 呃 我们都没有什么推塔 推塔能力不是很强啊 下面一个虚空 趁着我们在推中二塔的时候 再补刀 就是趁这个机会 我直接一个大一个框 然后一个吸一个骨灰 这一下我应该用不了这个吹风 直接把它给单杀了 因为16级的大招 再加上我现在的普攻 其实也还可以 对吧 因为在这个几秒之内 你想我能够A出个五六下 然后再把它递回来 再加上一个骨灰 再加上我的一个吸 一个大招 这种技能和物理的双重爆发 那么他一定是顶不住的 对吧 一个虚空的 诶 这个又来跟我浪了啊 真的不是不自量力啊 直接把它给递回去 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剧毒在追我 其实他们现在最最最最最高的伤害啊 打出来的伤害就是剧毒了 因为剧毒 你看他现在的装备又一一又肉 对吧 然后又有蛇棒 蛇棒呢 他可以打断跳刀 打断这种续航的像骨灰这样的道具 还可以打断龙西的回血 然后对面拉比克 拉比克的话 他这一局就只能偷我大 比较好用一点啊 这边我想反不弹 没有反不掉 一个一 能不能把他 看能不能把他这个大招给打出来 他自己按了大招 好 LAG没有大招了 我们这里的PA 纯程欲动QOP 给他的一个毒 才12级 打往20级 我这里还是没有大招 一个跳跳过去 躲了他 躲了他一个大招 漂亮 这个又跳过来送 我直接一个地 然后再加上一个 好 这个大招空了啊 不过没事 他也只剩 好像只剩一个大招了 问题不大 我们这上路 还有一个队友在推线 这里我们没有大招 没有大招的话 就是稍微缓一缓 我现在这个A仗大 A仗大的话 可以说这个剧毒 差不多可以秒掉了 秒了剧毒 他们就完全没有推进的能力 没有棒子做掩护啊 没有棒子做骚扰 他们其实很容易被我们的PA啊 或者是我一个大招 然后进行冲联 因为他们现在虚空假面 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战斗能力 对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是一直是五打四 或者是四打四 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两个大哥才能出山呢 就是要等到两个大哥 全部都有BKB才能出山啊 这个QB他吃了一个服 看他能不能跟我浪啊 他果然上路走了一下 这个红点又往下路走了 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是知道我没有大 但是我一千八百血的上限 还真来跟我浪了 这个 你 吃一个加速服 过来放一个技能 我我都不知道 他就是 这才吃三天素 就想上七天哦 啊 我拿烟头烫你眼珠子 这QB 终于啊 我们能够集合一波 推对面的二塔了 我们这个阵容 大屁股兔子 然后PA大牛 PA大牛 再加一个萨尔啊 能够推塔的 我想也就是这个我啊 还有这个兔子能拍几下 然后 呃 大屁股的话 因为他这局 做的比较奇葩 另类的装备啊 他应该是那个 憋三千八 然后做灰药 这样路线的大屁股呢 就是 呃 应该是 比如说你烈士路 打的比较凶啊 然后烈士路你可能不吃亏 还能够混的话 你很早的出一个灰药 那灰药的话 之后呢你就可以补肉啊 因为他这个英雄的定位 他就是肉 然后 稍微打个控制 然后打点消耗 这边我用来的这个 一个 两组眼啊 把这个二塔的高地义的眼插了 因为这个眼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眼能够看到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防守的阵型啊 来了多少人防守 剧毒插棒子 我们拿这个塔 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呢 呃 如果我们要硬冲的话啊 说不定一波团战 然后被虚空假面 一个切入 因为他们的AOE挺多的啊 虽然说 这个QP和我的差距挺大 但是如果虚空 都在虚空的罩子里的话 他们是非常好放技能的 因为等我走了之后 我发现队友好像被他 一个兔子 兔子在跟他们搞来搞去啊 我们上路还有人打钱 上路的二塔倒是被推掉了 这边一个 哦 他们的 他们的亚伯顿装备特别好啊 一个虚空假面 这边又来了 应该在这 一个框 一个大招 还是老样子 然后放一个C 一个A帐大 直接收走了他的人头 就亚伯顿 我刚才秒了一眼 他好像是这个 瞄了一眼 他好像是那个先锋盾 然后再加上 都有一个振奋宝石 亚伯顿这个英雄 他其实后期能力也特别强啊 比如说你想出一个什么 呃 攻速装 就比如说像强袭啊 或者是兵甲 然后再加一个疯脸 然后什么大电锤 啊 碎骨锤 啊 一个QP甩了一个大招 我们的大牛姑叫死了 呃 大屁股也在被他们 激活之下 因为他没有出什么肉装 这边我们好 哦我们只剩一个PA 我过去一个C 一个E 先把这个LOA给打死了 再一个电死了 漂亮 然后后面一个QP和一个剧毒术石 我们的PA在哪里 先把这个最恶心的给搞掉 把它递回去 一个框 没有框住 再一下普攻杀死了 这个剧毒术石 最后一个QP 没有 我刚才递先用了 所以这个QP要等PA一个D一个 比不到了啊 他们TP来了一个 虚空假面一个大 我直接一个大一个E 但是我们得跳过去 哎呦 这虚空假面还应该能拼死 这QP 只吹一下自己躲一个F 但是好像并没有躲掉 这边我可能要白白了 这是我送了他第二次超神的人头啊 这个Q 这个剧毒 装备特别好 然后这吹 这个痛苦女王做了一个吹风 其实在我有A仗的时候 他做吹风 而且是终于做出了这个吹风 性价比就显得很低了 因为我A仗是不能使用道具的啊 大魔导师几波团战下来 也做出了一个A仗 呃 因为到像什么吹风呀 BKB 羊刀都不能使用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在 就等曲弓起来了 我觉得他应该做一个什么 呃 A仗也好 对吧 A仗首先他撑三围 然后呢又加持了他的大招 这时候在虚空的框里面啊 他甩一个大 对吧 能多打一些输输 啊 他是 吹风加林肯的套路啊 这边的剧毒挑战单刀 然后我们的大屁股 这个装备都出的特别的 大剧毒他挑战之后 又做了一个单刀啊 然后大屁股 龙呃 辉耀之后又做了一个 又 这是想做刃甲 然后又想做龙心 这个装备出的就 对吧 这好比怎么说呢 好比吃西瓜 蘸陈醋 下雨天 亚马路 骑二八杠的上高速 三福天 串老大棉裤 总的来说就是不对路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剧毒居然不做A杖 剧毒A杖要比我这个A杖厉害得多 对吧 现在剧毒就是一个什么纷争面纱 再加上A杖 然后这个伤害只要是你中了 你沾到他的一点毒素啊 那你基本上就是要 要跑不跑的话 很可能就是血 那个血扣的是 肯定是在你医疗之外啊 这边又是一波团战 我看看他们前面顶着一个非常非常热的亚巴盾 我怎么样能够切到后排 跟他跳过去 还是没找到机会 亚巴盾没有大了 我还留着一个地 这个亚巴盾 这个剧毒能不能先把他给秒大 但是在我放大的同时他也放大 还好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笛子 但是好像不是特别管用啊 这个剧毒特别特别热 只出了一个 只出了一个 挑战而已 我们的PA又在单挑热衫 这下单挑热衫就比较轻松了啊 对面的虚空假面也还没有来 我们的两个大哥差不多装备 都开始有战斗能力了啊 连对面的这个虚空啊 应该也是快封脸大炮了 然后我们的PA 我刚才看了一眼他的装备 他应该是BKB还插个卷轴 这次有了这个不朽之护盾 然后再打了一个肉杉 应该也差不多了 而我身上3600块已经可以做出我的 怎么说最贵的一件装备 也就是羊刀啊 现在他们对面这个阵容到了 越到中后期就越能体现出来 他们打团的那种就是LOA点在前面 然后后面全部都是放技能的 等我们几果LOA 他们的虚空假面都就非常好 这边我今天先来救一下我们的队友 一个PA直接被QOP一个大给大死 我刚才还留着一个大招 然后我感觉我一个大并不能够让他一个打三个 这边看着打他终于啊 也感觉到了 他哎这边QOP避过来 我这个时候放一个大招 剧毒秒不了 先秒QOP一个大牛的大 但这个剧毒走位 走躲掉了大牛的大 我把它递回来 一下两下三下放一个框 四下被大牛给A死 他们这个团战就是靠 非常依赖LOA 只要LOA不在 你看刚才那两个B过来直接死啊 LOA也落荒而逃 只能说机智啊 我刚才都没有来得及买羊刀 直接就TP下路了 刚才我们的PA 呃怎么说呢 他只要是没有B 虚空一个大罩住了兔子 等我回家补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上面的情况哎居然能把一个这么肉的兔子给敲半血 兔子给自己一个加速然后给虚空假面一个吹风 虚空没有大一个刀浪费了 而与此同时我悄悄的来到了上路拿到了我的羊刀 大招CD还差10秒左右 这次他怎么样也跑不了了 虽然我知道他后面还有一个拉比克 但拉比克因为我这边插了极限插的视野 拉比克已经去打野了一个光一个大招 连羊刀都不用用了 直接死 我们我现在的单打独斗的战斗力非常非常的强 啊就算 这个大刀结束了以后 我还有一个羊刀 羊刀了以后 我还有一个吹风 等吹风完了之后 我的差不多一和西都已经转一圈了 然后只要再放一个一拖住一会儿 我的D马上又好了 再加上如果他想反杀我 我2000多的血量防也不低 只要他杀不死我 我的吹风就可以用来就是保命 这几件装备对吧 就不说技能的组合 就这装备的组合就已经非常的强势了 然后呃像这种这样的路人局 对吧 你作为一个中单萨尔 你要你的任务就是让你的队友跟着你打架 让你的大哥啊 在你打架的空隙能够达到钱 女王又买了一个2000的惊奇之球 他还上一个卷轴就能够 他的灵肯啊 他的灵肯就是用来破挡我的D啊 因为我有一个D的话 他B他那个二技能闪烁就没有用了 再加上我的一技能是开视野 他闪烁的距离 我正好可以把他给递回来 这个中塔他们应该是不想守了 我们现在推二塔啊 推二塔他们 哎这里一个剧毒 先赶紧把他给养住 大牛不要放技能 直接上去砍 不然的话 漂亮 不然的话他就要放出他的大招了 他放出大招 我的技能就得白放了 这他们死了一个虚空 然后又死了一个 这里一个一照住了拉比克 把他大招给打出来 漂亮 我的D的CD还差一点点 大牛踩着拉比克 这边我们 直接一个 D 把他给D回去 这边还有一个QOP 我好像打不过这个LA 还有这个LA也不敢打我 哎 克 血液上去 一下就把QOP给晕了 可惜啊 他们的虚空假面应该马上就要火了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够推对面的高地 这波机会非常的难得 因为 如果他们人全齐的话 剧毒又不被秒 虚空也没死的话 我们推高地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 有点难度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阵容 基本上如果是 那个PA死了 我们的输出就很少 就是几个 就三坨肉点在前面 然后再加上一个法师啊 大牛兔子 还有大屁股都是特别的肉 这个LA应该是大招好了 过来卖一下啊 因为我们的PA自带 自带闪避 所以LA打他也不是特别的疼 推了一路之后 我们先撤 因为下路上路塔是满血的 下路又有一个二塔 先回去收一波线 那最后一件装备 大家对吧 我跟大家都说过了 问都不用问 直接是朝着 奔着这个刷新去 如果有了刷新这个道具 我只能说一波团战 我差不多能让他们主要的啊 主要的英雄 放不出技能 然后被我们全部秒杀 这样的团就非常好打了 所以你想象一下 萨尔这个英雄后期的能力 绝对是 就是不说输出能打有多大 但是作用一定是比活女老 活女大 因为活女他后期 就算有一把羊刀的情况下 他基本上就是靠一个大招 然后靠普攻吃饭 但是你想如果对面有一个像什么 后期有一个带龙心的幽鬼 或者是带就是BKB的虚空 BKB的话最多吃一个活女的大 他还是能够放出大招什么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有A杖的萨尔 对面是连BKB都开不出来的 这里一个LA代行好像带得太深了 队友并没有管他的意思 拉比克偷了我一个技能剧毒出来了 先把剧毒给递回去 这边一个QOP 你看QOP对我的仇恨是特别的深 我一个羊把他给养住 然后大牛一个大招把他给大住 这时候兔子一个拉我一个大招 大住了三个人 但是好像一个人都没有死 剧毒是出了物理输出装 哎呦我们的P来了 直接一下暴击967点 选这个QOP逼过来一个大招打我 好像并不是特别疼啊 我现在的血量已经达到了2300 这个QOP想避走 既然他这么针对我 我也来针对一下他 给我一个视野 然后把他 啊林肯破掉了 我忘记了 玩这个萨尔一定得怎么样 一定手速一定要快 很多同学玩萨尔都是比如说 框 大 对吧 没有框住人 然后把人就是框在外面 那大招也白接了 其实我大多数就是 基本上都是先大再框啊 如果有把握的话就先大再框 因为如果先宽再大的话 就是比如说你有什么 呃 这样QP啊 他有啊 小QP虚空 他有反应速度跳走的 对不对 手速一定要快 不管玩什么英雄啊 对不对 就像咱们现实中一样 人帅枪快 没没爱啊 这是好了啊 到了呃 最后的关键时刻 我的刷新快好了啊 快好了 一来两个大大大大药 我们这个大屁股果然是 刃甲加龙心啊 大屁股他现在在DOTA2里面算是 非常非常热门的 但是DOTA1对吧 无人问津 甚至连我都 玩的不是特别好 诶 你看 一个跳刀一个吹风啊 足以把虚空刻的死死的 这一盘只能说两个大哥 从头刷到尾刷的是很爽啊 因为呢 我现在27-4-14的这个数据 已经证明了 我帮大概这边 躲一下这个剧毒的大 但剧毒的大 他是 啊 等一会啊 先把这个虚空给打死 还有一个QOP 这QOP不知道 林肯破了没有 递回来破林肯 跳刀还在CD 这位QOP跳 跳哪去了啊 一个CA一下 直接死 我的这个普攻 已经非常的恐怖了 作为一个智力型英雄 而且是一个 呃 怎么说呢 不出什么攻击装的 他的攻击力 已经达到了普攻 两百四十多 两百两百四十之多 我们掉落破掉之后啊 对面 女王 就是女王和虚空 现在装备 基本上啊 就是可以说是等待 我们把他们继续推完了 因为对面的虚空假面和QOP 都不是能推陷的 像推陷的英雄啊 比如说你优鬼 会要的优鬼 或者说是 你看这个亚伯顿 亚伯顿这个英雄 到后期真的是越来越无解 首先他很无脑的上来吃技能 然后呢 他还有这个 就比如说 如果他队友出技品 或者他出技品的话 还有吸血 那吸血光环 他还可以叠加一个 比如说他自己出一个风帘 那双重的吸血 其实啊 他要么说是说上 到了后期之后 他说是上来吃技能 其实他的普攻啊 再加上他的被动 也是有了装备之后 越来越厉害 这就只能说这个虚空前面 如果发挥好的话 再加上这个亚伯顿啊 亚伯顿冲前面 我就秒不了他了 然后他后面 这边一个踩 他没踩中 踩中的话 我就是可以上去接技能了 最后一路 我们现在四个队友 兔子没有 我们的这个PA啊 PA他又跟了一个暗面啊 他是先出了技品碎骨锤 然后补了BKB 然后最后好像再补了一个暗面 这边一直在找机会 先扬了虚空 然后跳过去 一个大 然后刷新 再扬 再一个大 再一个宽 QP直接死 他的林肯破裂了 就算他闭走 我也会把他递过来 然后在前面找后排 一个拉比克 偷了什么技能 自己吹风 接下来把他框住 然后PA两刀 把他给杀死 还剩最后一个 最肉的一个狼头 把他给敲死 对面虚空假面 看胜利无望 惭愧的离开了游戏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精彩 自己的外设